画面上是市府一楼大厅 市长谢国良欣赏聆听同学们的国乐演奏 基隆东信国小国乐团7月20号将受邀前往山东聊城市 跟当地的英特小学进行文化交流 出发前市长谢国良特别亲自为同学们加油鼓励 祝福交流行程顺利圆满 第一拍简单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给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大家是好不好包括同学们 谢谢大家辛苦大家加油 谢谢我们曾校长跟主任老师们 大家的齐心协力把这一次的交流展演办得非常的棒 再次的谢谢大家 很荣幸能够到大陆的山东 去跟对岸的国小进行文化的交流 这一次主办主要是我们国乐后援会的会长 刘毅会长 还有我们家长会潘亮澄会长 还有民传国中的国乐后援会江永国会长 一起努力去筹办 那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吴清昌老师的指导下 我们也会演奏很多具备台湾特色的歌曲 那我想孩子的语言是最真挚的 对然后他表现出来 那笑声也是最灿烂的 那相信我们有再加上我们音乐的音符的话 我想这是所谓的人间天堂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小爱爸爸 然后他真的非常重视小孩子这个区块 然后也非常重视小孩子的一个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交流 我想我们市长也真的一直来鼓励 我们也很开心 那我相信在2024年 这是我们所有东姓国小 然后所有成员最美好的回忆 那这次呢我们音乐艺术呢 跟我们对岸三东呢来进行交流 那市医呢感到非常的开心 那两岸呢当然除了 这个很多各方各面 不管在艺术层面或是语文层面 乃至于文化相关的这个领域呢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切磋互相的交流 那让呢两岸的学词呢 大家都可以彼此的认识自己 那我们就要呈现我们台湾的一些原汁原味 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详有特色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国粵合奏的部分 也是选择台湾做取答的作品 叫做风云忌讳 那么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有客家 有福老 有台语 有原住民语 所以我们也有客家的彩茶歌 有福老语系的 然后还有呢 原住民风味的站在高纲上 那除了我们自己演奏以外 我们希望跟对方 有联合演奏的机会 于是透过联系 我们就选择了两首代表性的传统音乐曲子 一个呢就是大家喜庆热闹的叫金蛇狂舞 是两校大概会有50个人的乐团来联合演奏 另外呢代表是说两岸交流嘛 让小朋友能够圆满 于是就是花好乐园 也是两校合照 东信国小表示 透过比赛或是交流活动 相信都能让团员们累积演出经验 培养自信与成就感 也期许透过这趟交流 每位学子都能够收获满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